各位好 欢迎加入大爱十点新闻 我是林国新 首先带您掌握地震消息 中国大陆四川省宜宾市 昨天星期一的深夜 发生规模6.0的地震 深度只有16公里 属于极浅层地震 而且余震还超过了50次 这些地震到目前为止 至少造成11个人死亡 100多人受伤 大半夜一阵天摇地动 民众裹着浴巾就跑到大街上避难 要吓死人了 你们这地震总是喜欢 总是有地震 你说害怕我 你是哪个城市的 不是河北寒淡过来的 中国大陆四川省宜宾市 17号深夜10点55分 发生规模6.0强震 深度只有16公里 属于极浅层地震 可以看到吊灯有的左右摇晃 有的剧烈旋转 水族箱里的鱼也快要被洒出来 不少人大半夜被吓醒 来不及换掉睡衣 就跑到街上打电话报平安 还有民众拍下墙壁出现大块裂痕 瓷砖水泥散落一地 来来来来来 镇阳附近也传出有老旧房屋倒塌 救难人员摸黑和时间赛跑 在瓦砾堆中寻找受困民众 根据统计规模6.0的主阵之后 又发生5起规模超过4以上的余震 民众人心惶惶 目前当地政府已经调配5000顶帐篷 1万张折叠床和2万床棉被 准备送往灾区 协助救援行动 大爱新闻黄敬廷编译 美国最近可以说是天灾不断 印第安纳州至少遭到9道龙卷风的侵袭 基础建设被破坏 上千户人家没电可用 另外在恶害俄州 豪雨不断引发了土石流灾情 有公寓的地基眼看就快被掏空了 公寓后院就是巨大坑洞 仿佛悬崖就在眼前 美国恶害俄州上周末一夜豪雨 引发土石流 由于土石崩塌地点相当靠近民宅 当地消防局强制撤离30位居民 现场拉起封锁线 住户也不得进入 去年12月起 当地土石流警告从没解除 居民即使做好预防措施 还是抵挡不了大雨侵袭 目前公寓地基正慢慢被掏空 如果再遇上大雨 后果不堪设想 镜头转到印第安那州 龙卷风肆虐 所到之处已变狼藉 大树蓝腰折断 加园面目全非 印第安那州中部15号起 出现至少九道龙卷风 造成上千户停电 所幸目前没有传出伤网消息 大树新闻周博先编译 印度热浪来袭 6月初的时候北部高温曾经飙到摄氏48.6度 各地的气温也不断的破纪录 到目前为止 这波热浪已经造成6人死亡 有的地区还发生了干旱 面临40多年来最严重的缺水危机 拉着绳索从一层楼高的深井当中 打水上来 这名小女孩原本是应该去学校上课的 但是家里头缺水 让她不得不放下学业 一天当中得跑好几公里 至少来回打水三次 才够全家使用 这是发生在印度西部的一个省份 因为雨季延后报道 当地面临47年来最严重的旱灾 许多民众无水可用 农地也没有办法耕作 上千人暂时搬离家园 到政府提供有水源的帐篷区来居住 等待雨季的来临 天灾之后来看到人祸 西非国家奈吉利亚 发生重大的自杀炸弹客攻击事件 上文人数已经超过了70人 医院里头不断有伤患送进来 另外一头地上还留下大量的血迹 奈吉利亚东北部 在当地时间星期天 遭到自杀炸弹攻击 当时有大批的民众 正在观看足球比赛 不少人因此受到了波及 另外还有两名炸弹客 在附近的茶水滩 引爆身上的炸弹 同样酿成严重的死伤 目前没有组织坦诚犯案 但是有证据指出 是当地激进组织 伯科圣地所策划的攻击行动 焦点回到台湾来关心农业危机 秋行军虫试捏全台湾 统计到昨天 发现确认的幼虫案例 已经达到了68例 而且台湾本岛还发现了 成虫的踪击 在海音变小组就宣布 目前只要发现虫肢的话 将改为强制喷药的方式来扑杀 同时还会持续的追踪研究 把农作物堆成小堆 点火燃烧 台北市靠近山区的农田 也发现秋行军虫踪击 13号松山和北投 就各通报一起案例 但经由外观鉴定 一例已排除 到了15号 在士林公馆又有民众通报 目前供确认两个案例 种植的面积两块都不大 大概都在300平方公尺 因为还有种分子鉴定 也还到现在还没出来 所以民众认为说 先做预防性的处理 礼拜六的晚上 还有礼拜天晚上 我们都直接到现场去 直接把那些玉米产出 直接做一个焚烧的动作 农民政府都不敢大意 全台湾不止幼虫的案例数 突破65件 更在外岛和新竹 苗栗 嘉义 屏东和花莲 共21处 发现了55只成虫 紧急应变小组宣布 防疫措施进入第二阶段 进到第二阶段 我们强制喷药的时候 我们的移动管制的做法 做了改变 我们原来移动管制是在 销毁之后 要用挂菲洛蒙的这个幼儿 要管制三个月 那我们做了这个做了调整 我们管制到这个作物的栽培剂 到它生产期结束为止 提醒民众 如果有种植玉米 稻米 十字花科或茄科植物的话 要确实检查 应变小组也呼吁农民 已经公告 包含苏利菌 斯诺特等 十一种防治用药 务必加强田间管理 来 新闻 暴露在浓度高的有害物质当中 罹患癌症的风险 比一般劳工还要高出两倍上 滚烫的热油 香酥脆的炸物 闻起来超香 可这油烟香气闻久了 可能闻出病 连民众有时都对油烟觉得胆战心惊 仔细看这些油炸摊的老板 只用简单口罩遮挡 但高一大针对十八间中西市素食店 油炸摊 自助餐 三方比较后发现 路边摊在供器所接触的有害物质 罹患癌风险高出一倍 更是一般劳工的2.16倍 这些活性摊的口罩才比较有效 那我们也发现 在个人保护方面 其实那个口罩一定要密闭戴得好 提醒再提醒 活性摊口罩密闭要戴好 排烟设备安排好 一般民众购买油炸 烧烤时注意距离 尽量清淡饮食 业者没开店时 要多吃蔬果肠运动 才是降低利液风险的防范之道 大爱新闻 刘悦夫销红树 高雄报道 网路购物非常的方便 但是购物之后 业者在运送的过程当中 为了确保物品的完整 通常会在箱子里头 放了好多层的填充物 只是在不确定 这些填充物 能不能回收的情况下 就会变成了垃圾 现在开始 环保署 沿你网购包装减量指引 希望业者主动从源头来做起 迫不及待拆开网购商品 但想看到衣服 得先经过两个塑胶袋 再一张纸 而如果是美妆品 还要注意防撞功能 一层纸箱 一层气泡袋 再一层气泡布 终于看到商品 但想使用 还得再撕开一层塑胶套 现代人依赖网路商店 宅在家就可以轻松写评 我大概一个月会买 大概七到八次 然后每一次大大小的东西不一定 但平均起来金额 差不多是一千多到两千块 我留下来装厨衣 我大概两个礼拜就可以了 还能用的塑胶袋循环利用 但网购带来更多填充物 尝试直接被丢弃 根据统计 台湾网购每年营收至少一千六百亿元 以一次购买约两千元商品来看 一年就产生八千万个纸箱 因此环保署研绎 要制定网购包装减量指引 网购的业者 还有物流通路商跟制造业者 如果他们愿意共同来遵循这个指引 提出这个包装减量的一个计划 它是符合我们这个指引的话 我们可能就会跟他签署相关的一些协议 并且合给他一个标章 四大方向包含纸类包材 选用百分之百再生纸 塑胶包材要有25%是再生材料 还有塑胶尽量使用单一材质 方便回收 以及多加循环利用这些外包装 预计指引内容会在月底定稿完成 并在7月向业者调查议员状况 大家新闻聆听讯好 台北报道 塑胶垃圾无所不在 之前有科学家在海沟就发现塑胶的踪迹 探究源头 这些塑胶垃圾就是我们人们所产生的 今天的系列报道 带大家来看一位环保行动家 他要告诉大家 无数生活不是神话 早晨7点早逝人声鼎沸 穿着一身浅蓝色衬衫的涂月华 要带着镜头逛菜市场 这种网袋是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去买蒜头什么都 就是专门来装蒜头那些对不对 也不一定 其实我装什么都好 只要它不要露出来 自被各式环保购物包柴 你可能猜出来了 涂月华是一位不速之客 更是一位将友善环境 落实在生活中的环保行动家 逛一趟菜市场 它的购物袋装得满满 唯独一个塑胶袋也没有 再看看一旁菜篮车上 满是塑胶袋的盛况触目惊心 这画面其实反映台湾环保现状 即使历经两次限速 16年来塑胶袋用量依旧那么惊人 根据环保书统计 2018年台湾全年购物用塑胶袋 使用量高达152亿个 国人平均每人每年使用660个 但回收率却不到一成 这还只是购物用塑胶袋的统计而已 我记得你们有重复使用这个果袋 对不对 这种东西就跟吸管一样 就是每个人都只有一根 可是全台湾有2500万人 就2500万根 谈到塑胶垃圾 涂月华游行冲冲 他同时是一名环保作家与推广者 他演讲座谈 只愿自身的不速生活经验 能多影响一个人 愿意其而行 让镜头深入居家 为的也是让世人知道 不速与环保不等于失去生活品质 环保可以很滋润 就是你还是可以过 你想要过的生活 然后你从中得到的会更多 动手做一顿无数早餐 色香味俱全 从买菜备料开始 零废其物 厨余当然也不是垃圾 加入黑糖河水 自制酵素 是最天然的清洁剂与肥料 杜绝塑胶 减量垃圾 在涂月华家里 几乎没有化学清洁剂 重点是油脂 你那个油脂 如果是天然的 你就洗得掉 然后你的菜瓜布 加上天然的油脂 你就完全不会有任何的味道 不只厨房进到它的卫浴空间 看不见沐浴乳洗髮精 洗面乳 甚至牙膏 卫生纸也不见踪影 其实我今天都不用卫生纸 不用啦 我跟你讲 每天这一切完之后 你就知道 你根本不想用卫生纸 它根本没办法让你卫生 附近它很好用 我现在就是我自己一条 然后我用完我就洗 用完我就洗 走一圈图越华的居家空间 大概都会折服于他对环保的执着 对极简生活的实践 很难想象过去的他 曾经是快时尚的拥护者 一心追求便利快捷的生活 但与其说是他变了 不如说是童年与祖父母的生活记忆 从未离开他 因为很多人说为什么你可以 因为我跟曾祖父 祖父祖母一起生活 那小时候我还有看过那种 用月陶冶 我们都用那个包啊 不速生活是一种反谱归真 更是对万物的怜悯与同理心 小海豚死在搁浅的沙滩上 肚子里满似塑胶垃圾的画面 形成触动也为人物的屠月华 不速行动的背后 何尝不是因为护生的概念呢 他才七岁 然后他因为吃了 他无法判断的东西 然后他死掉了 我换做是我们的 我们人我们会多悲伤啊 把所有的生命 视同你自己的时候 用你自己知道的那个 就是他跟你是一样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要怎么去对待他 一个才几毛钱的塑胶袋 背后其实是巨大的环境成本 根据美国研究机构统计 从1950年至2017年 全球已制造83亿吨塑胶 2050年预估将达340亿吨 环境污染的塑胶垃圾 终究会经过食物链 再回敬到人类身上 无数护生 护的是地球众生 更是人类自己 慈济板桥园区 群球四合一干部 精进延期会落幕 志工们分享自己的慈济之业 也发愿要人间菩萨大招生 来自南韩的慈济志工 唱出爱与关怀 期许自己能在善的道路上 不断精进 从斯里兰卡来到台湾的阿罗莎 也带妻子和女儿一同前来 过去看见慈济志工 在故乡伸出温暖的手 让她内心深受感动 阿罗莎的女儿 从小也跟着父母做慈祭 今年16岁的她 也在菩萨道上越走越坚定 在斯里兰卡看到我们这一群年轻人 从十几岁到现在已经长大了 这一粒种子呢 植入了她的心田 爱的种子传播千里 海外志工分享自己和慈济的音源 也感动台下所有人 他们要把爱串联起来 为世界的每个角落点亮新灯 18个国家近300位志工 参与全球慈祭四合一干部进行研习会 期盼把善的力量带回家乡 帮助更多人 大爱新闻范秀仪李建宽台北报道 新北市汐止区的秀峰国小 长期有大爱妈妈到校园里头互动 毕业典礼这天 学生们展现了人文精神 透过奉茶仪式向师长们表达感恩 毕业典礼是一场教育与学习的回顾展 秀峰国小毕业班老师 向中带泪 对学生不但赞美 也心怀感恩 小朋友觉得没有给我失望 然后也很团结 对他们在我心中 不管表现怎么样 我都会以他们为荣 这两年我们还是 就是能够跟孩子结一个善缘 然后或许他们也是我们的老师 然后透过回顾 可以更想一想 我们未来的路要怎么走 请志工妈妈 志工爸爸们 带领我们向师长奉茶 请奉茶 活泼的孩子向师长表达情感 难免休难 奉上一杯茶 敬谢成长路上的阴阴叮铃 我们希望我们秀峰的孩子 走出效能之后 能够具有能量 那也符合我们108 过刚刚讲的精神 那未来的孩子 能够充满主动学习的动力 那跟人能够有互动良好的关系 甚至呢 跟对于社会 也能够贡献一己之力 让我们的社会更加的美好 带着满满的祝福 毕业生已经踏上新的学习旅程 大爱新闻之上美职工赖慧娟 台北报道 此季美国总会的大爱农场 五月底正式启用 厂纸就在核桃大爱园区里头 许多大小朋友 会趁着机会到这里探索学习 产个土坑 种下番茄苗 专业设计教育花园的克拉克先生 陪伴此季大爱小学学生 学习与大地共生习 学习与大地共生习 我们有一个森林森树 来邀请到我们的朋友 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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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做什么需要做 来做这些草莲 我们也有一个地方 为孩子聚集 我看到孩子们 在这种地图上学习 习习习习习习习 在吃... 我以养有些人 慈季之公也携手种植一棵 由里子和杏陶配种的加州本土果树 大约两到三年可以结果收成 有机会与人结缘 因为以前都是讲 靜天爱地聚服务员 可是在最近的意思讲到是 靜天爱地造服务员 不再只是我们这是要聚 我们其实要出去帮助别人 2018年开始规划的大爱农场 结合探索教育 品格教育以及人文教育 正式启用之后 希望人人成为永续自然生态的尖兵 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宫美国报导 迪肯鸟是美国密西根州特有的鸟类 春夏两季的时候会在美国栖息 不过今年美国因为大雨不断 导致迪肯鸟的生存空间受到了威胁 而每年六月底的时候 刚好是幼鸟孵化的时期 因此有保育人士就呼吁附近的居民 要一起为生态来做点努力 小小一只声音相当清脆 背部呈现灰色羽毛 脖子上有特殊黑线环绕 这种和麻雀差不多大的候鸟叫做迪肯 是美国密西根州 瑞雄沙州湖岸风景区特有鸟类 低痕通常在春夏季时 会停留在五大湖区 北大平原以及大西洋沿岸 不过现在他们却面临 即将消失的危机 由于今年美国雨季带来大雨 造成五大湖水位上涨破百年纪录 加上天气不稳定 海滩面积缩小 严重威胁到敌衡的气息地 每年六月底是敌衡宝宝孵化的季节 根据数据显示 繁殖的数量年年下降 科学家认为可能是气候变迁恶化 导致坏天气频繁出现 进而影响敌衡的生存 保育人士也呼吁附近居民 在敌衡停留的季节 尽量远离他们的栖息地 一起为保育工作尽一份心力 大爱新闻阳情编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最后在您看到丹麦 利用垃圾发电提供电力给运动场 以上是今天的大爱十点新闻 感谢您的加入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